你过世纪我得回你 我不敢不回啊 好好开车 拜拜 小羊在 还在 健座 做大S的老公有多难 往小飞上厕所没有告诉大S 大S的脸一下就黑了 老公怎么一声不想就丢下我啊 你跑去哪儿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这不是 这房子能去哪儿啊 你不跟我说啪啪 这着实是有些莫名其妙的 就连一个橙子 都能成为大S生气的理由 昨天晚上没有喝到六小姐 给你炸一张 就跟你说那一颗炸不出来嘛 最起码能比不颗强吧 那它又不是冰的 很想说冰的 加点冰炸呗 你不要讲一切肉生气的话好不好 怎么了 我 这我也没看明白怎么了呀 吃着吃着饭 大S也能突然抛出个宋命题 你们很后悔取到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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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得不太 大家都 都挺好的 可是那么贤慧的太太 她就一定也会 把家里弄得很好啊 就因为这个啊 就因为炒菜 so what do you mean 你再问我 都替汪小飞后悔了 王小飞甚至可能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宋命题 i love you 你 too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wrong answer 怎么说 i love you more 对 爱情的难题 B数学题难多了吧 大S听到浮云爱说 要给老公剥虾都震惊了 因为她只吃男人给她剥的虾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啊 嗯 就是我爸爸剥给我吃 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 男人帮你剥 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 她如果不帮我剥我也不想 她如果帮我剥我就吃 呃这大可不必吧 之后大S难得给王小飞做了个寿司当早餐 但是王小飞胃口不好吃不下 大S就又生气了 吃不错我老婆 看你根本就不想吃 我傻的老婆 关键我一大早起来我吃不动 好像煮的东西 我自己会觉得好吃 没有就挺好吃的 你看你那劲儿 憋得很痛苦 王小飞努力解释 拼命吃寿司的样子 太微微了吧 心水里现救生时 她犹豫了一会儿 才小心翼翼地说出 救我妈三个字 救我妈 旁边的大小S都十分震惊 你怎么会不救我姐呢 你说一下这 王小飞是这样回答的 男人就是要 第一就是要孝顺 我把你的爱都留在心里 对吧 人都不笑了 或者是有什么意义 而大S认为 王小飞应该先救自己的终身伴侣 可是我是你的终身伴侣 以后你生病了 要拍谈要什么推轮椅 这是我姐要做的 对啊 孝顺的王小飞 却始终坚持 不能让妈妈受苦 那是我要受的苦 我不能让我妈受的苦 你就不能等我吃完再洗吗 一起吧 江南奇怪 你干嘛投币啊 洗完了 你干嘛不说好好好对不起 对不起 好好好对不起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他都哭得很大对 又哭 你男孩子 其实很可怖的 封锁 王小飞 看到我女儿 第一眼有那么重要吗 最后一定会看到啊 那你就是要抢第一啊 我不是 我握着你的手给你鼓励 他只是想要看到婴儿的第一眼 你看他多自私 我是为了你好 然后他只是想要抢那个女朋友 所以徐希元 你亲自跟你先生 沟通这些事情 那那个我进 那个手术门轰轰轰打开 然后他们还在外面说 我要进去 我要进去 凭什么你先进去 我解释的时候 他们俩在外面吵起来 最后好像是我妈还是谁 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 我的爱需尽欢 一首情歌两难